这一次我们从外部的角度来看 民国初年的时候的国际关系 前面我们讲了中华民国刚成立的那几年里面 内部各种动乱 三次的内战 长年的彼此纠葛 中华民国是一个不太稳定的国家 那么除了内部因素之外 外部因素有关吗 我告诉你 非常有关 而且可以说外部因素决定很多事情 那它有哪些外部因素呢 我们直接把它整理成一张图来看 三个角度 一个是俄罗斯 顺着他清朝末年侵略的那个态势 继续入侵蒙古 一个是印度 也就是说是英国 顺着清朝末年的态势 继续入侵西藏 第三个就比较特别了 是日本 日本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啊 是在马关条约中取得了台湾跟朝鲜半岛 就这一块 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呢 他当然理所当然的要继续往前进 于是呢 先是要渗透到中国东北 再来就是把德国在中国的那个殖民地 山东换给他 为什么 为什么日本敢挑战明显比他强的德国 因为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请注意 中华民国一成立 不到五年之内 同时面临三大强国 俄罗斯 英国 英属印度 还有日本 从三方面夹杀 要把中华民国给肢解掉 我们来看一些细节 先说中俄 或者说中俄蒙交涉 因为现在蒙古是个独立国家 民国元年到民国三年 这是中俄蒙交涉的三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呢 俄罗斯直接煽动蒙古独立 建立大蒙古国 理由嘛 也很简单 以前啊 清朝的皇亲国戚跟蒙古是非常好的 他们是一家人 他们是满蒙八旗 所以俄罗斯在清朝时期要煽动蒙古独立 始终不成功 不过这时候清朝已经没了 那开玩笑 趁你病要你命 把中华民国的北方那个鸡翅膀 给他拔掉 中华民国一成立 俄罗斯直接在1912年的11月 人家才成立不到一年 就直接签订俄蒙协议 把蒙古当成俄罗斯的保护国 这个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不可能同意了 所以啦 双方就开始进行外交交涉 终于炒了一年左右之后 签订了一个 加了一个字 有没有注意到 把中加进去了 变成中俄蒙协约 但是呢 这个协约只是给了中国表面上的面子 事实上蒙古还是几乎是半独立状态了 但是后来蒙古终究没有在短期内变成俄罗斯的附属国 理由是因为后来俄罗斯自己也爆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俄罗斯先是惨败 后来变成苏联 这个我们到后续讲国共合作的时候 再把蒙古拖出来说明一下 你先明白一件事情 俄罗斯入侵蒙古 达成了大概50%的进度吧 再来是中英西藏争议 这个就更有趣了 清末的时候啊 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他要侵略你是不需要理由的 不过他手法比较漂亮 首先是鼓动达赖十三世逃亡 接着呢 在辛亥革命之后 直接就扶持达赖十三世回西藏宣布独立 厉害 只能说厉害 但是好玩的是呢 袁世凯跟俄罗斯没有动手 但是跟那个西藏动起手来了 英国就要求说 中国的军队不可以进入西藏 开玩笑 而且啊 后来在英国的强力要求之下 中英藏的代表在印度的西姆拉 注意啊 是跑到印度去开会 是在英国人地盘开会 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西姆拉草约 会对西藏跟印度 其实就英国了 多么有利 不过 中国的代表是拒绝承诺的 就僵在这里啦 那俄罗斯跟英国 绝对是比清朝跟中华民国强太多的外敌 他们两个硬是要咬掉你的一大块领土 这怎么办呢 袁世凯盼东盼西盼到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 这些事情瞬间就变成 暂时停止呼吸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重要 1914年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啦 英俄两国暂时收手 袁世凯 松了一口气 运气不错 终于避免失去两块领土 不过 塞翁失马焉之飞福 可是塞翁得马也焉之飞货 日本人 日本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对中国的侵略集中在沿海地带 但是他始终很难在华北地区打开 毕竟这里是列强势力范围 但现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有的强国都在欧洲开打 只有日本在亚洲 那还不趁这个时候 尤其是日本还跟英国有同盟 他可以借此为借口 打击那个英国的对手德国 这时候德国绝对没有空来管日本 所以啦 接下来看日本的状况 当然日本也不是只有对山东有兴趣 我们来看一下情况 这里补一个二 各位注意一下 1912年 早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当俄罗斯想要对蒙古动手的时候 他就要考虑一下日本的态度 你还记得日俄战争吗 日本是把俄罗斯打退了 虽然没有打败 所以后来双方直接打成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呢 一人分一半 当俄罗斯在蒙古的外蒙部分 活动的动作很大的时候 日本为什么都没有反应 因为双方其实是有一个协议的 这是个密约 蒙古跟满洲也就是东北 蒙古的东边跟满洲的南边 化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甚至于日本还可以修建一个满蒙铁路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清朝末年那个瓜分风潮 续集再往下演下去 当然啦 这是个密约 所以日本不说话 中华民国虽然心里面很胡疑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日本这时候还没动手 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日本觉得时机终于成熟了 而且他这时候要的就不只是那个东盟南满 他要直接进入华北 他一脚就要站上山东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澳两个日耳曼国家 对上了英 法 俄 三国协约 当然那个另外那个就不用谈 德国是英国的敌人 而日本是英国的盟友 英日有协约 再加上日本跟俄罗斯理论上也算是同谋 所以当英俄两国都在对德国开战的时候 那日本还有什么理由不趁机会下黑手 所以日本就以英日同盟为借口 直接出兵德国在中国的租界地 也就是山东 并且直接就占领了山东 这个时候袁世凯能怎么办呢 他只能划定一个交战地带 就把这一块地方送给日本去打了 等到打完之后呢 日军不但没有撤退 而且还直接向中国提出21条要求 这件事情是袁世凯当时最头大的状况 本来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 英国跟俄国压力会减缓 没想到这两国压力是减缓 来了更凶残的日本 所以袁世凯被迫接受 虽然他挡掉了不少 但终究还是同意了绝大部分的条款 所以他亲自下令 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最大的耻辱来记住 叫做五九国耻 注意啊这是他自己说的 五九国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件事情的后续吧 首先呢 最后的结果是 外蒙承认中国宗主权 然后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 感觉不是不错吗 你不要看下面还有一段 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地位 以及俄国在俄蒙协约中取得的一切权利 这就是赢回了面子施的理子 不过我再多说一句 几年之后 段祺瑞的手下徐树珍 直接率军队远征蒙古 把那个支持俄蒙协约的蒙古政权给打掉了 所以后来蒙古就安分了十多年 直到苏联再次东来才转换立场 再来西藏的状况是呢 中方不承认这个草约 但西藏在事实上脱离中国 后来就很难再收回来 最后是谁控制了西藏呢 来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就是中共 最后是日本的状况 这件事情啊 三个国家的侵略 就是日本做了最过分 而且日本是直接进入了中国人口最众多的 华北地区这个沿海地带 所以它激起的反响也最大 中国跟日本的关系从清末以来 其实本来还是不错的 但从这次事件之后就开始激烈的恶化 因此任务上迎接下来 都穿 треть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